愛情詐騙 害人不潛 因為二十七歲 從來沒有談過戀愛的女子 在今年一月份就在交友軟體上 以為自己真的認識了真命天子 對方不斷不斷誘騙他出錢 花了近百萬 還以為是單純的情侶之間的 共同投資電商事業而已 那麼對男友說要借賬戶 不宜有他就借了 沒想到因為這個舉動非常關鍵 讓他悔不當初 因為賬戶出現了兩百七十萬 匯進來根本就是詐騙 贓款這下讓女子瞬間變共犯 我就是不只是被害者 我也是一個假害者這樣 我也是不小心幫助了那個詐騙集團 二十七歲的Apple母胎單身 今年月華交友軟體 認識一名催心男子 自稱在新加坡的服飾電商公司 做行銷有車有房 就這樣談起遠距離戀愛 男友誇她是活潑的小可愛寶藏女孩 還說在等唯一契合的靈魂 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感受毫無保留的愛意 甚至霸氣宣言 做我女人 別人有的你要有 別人沒有的你也要有 他很會聊啊 就是說會有各種各種的讚美你 三不五十的就是跟你寶貝 或者是會一些講一些話 讓你覺得說很安心 Apple沉淪在愛情泡泡 整知一切都是假鬼假怪 男友先要他開虛擬貨幣賬戶 投資電商花了他近百萬有去無回 後來又說有台灣的朋友之前借錢想還 Apple就出借新轉戶 陸續收到二三十人匯款進來 總計兩百七十萬 但這些錢不該碰 是其他詐騙被害人的贓款 銀行通知警示帳戶加上警方以被告身份傳喚 都讓Apple很緊張 男友否認到底繼續甜言蜜語安撫他 直到好友點醒他律師也小以大意 他才驚覺這是騙局 感情詐騙會直擊於在這種所謂的感情依賴上面 所以劉小姐會深陷在裡面不自知 甚至會覺得說會說服自己這個是不是有誤會 律師說這是新型態愛情詐騙 一片痴情換來騙子的已讀不回 更慘的是Apple的父親以女兒名義操作股票 現在賬戶凍結上千萬資金也因此卡住 記者劉宋玲簡證書 台北報導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